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款i-code综合仪的一个组装 首先我们收到仪器之后呢,这边是一个配件 这个是一个冰锤 这个是冰锤用电窗孔的时候 它的一个冷热档都有配一个电窗孔 那就是要配合的这个腹肌板一起用 就是有电窗孔 那这两个呢是一个电线 就是仪器的一个连接电线 这个是一个窗拨头 这个呢是一个正负磷子的导入 这是一个长皮刀 那我们先把这个主机呢 先把它的一个挂架装起来 这里呢是安装它的一个支架 就是这个挂架 把这个螺丝抿下来 这里有两个螺丝口挂上去 然后再把它抿上去 拧紧就可以了 只要它不会松开 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这个冰层呢 它一个冷热档呢 是连接主机上的 你就不用安装 直接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一定要放好 就不要塞到一塞到它很容易坏 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擦伸波的 擦伸波头呢 我们是挂在这个位置 挂上去之后呢 直接插上去 然后这一个是铲皮刀 铲皮刀就放一几个孔 它的线呢是挂在这里 然后对着整个孔插上去 那这两条呢 是一个振负离子的一个导入 放在这边 它是共用一条线的 然后插在这个孔里 这边呢 还有一个冷热导入头的 这个冰锤的一个 复级棒 然后挂上去之后呢 对着这个孔 这个孔插上去 那我们看头的一个安装具 已经装好了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电源线 电源线呢 它有一个电源盒的这一头 它要配一条这个线 就是连接插头的 这里呢 它有一个三角插的 直接装上去 对紧 这一条细的这一条线呢 是连接仪器上的一个电源插孔 这里是一个总的电源开关 那我们追头插在插座板上 就是电源的插板上之后呢 按一下这个开关 它就已经启动了 一边的推车上面就可以了 直接擦一点颜色 第一个呢 是它有一个雪花的 它有一个就是冰锤的 就是一个冷热岛的头的开关 那这边这一个呢 它是这个超声波的 那下面的这一个呢 它是这个离子导入的一个开关 还有到了这一个呢 它是铲皮刀的 下面的这一个 它就是跟若仪一样 就是下面有三个角插 就是一个铲皮刀 我们第一步呢 先用铲皮刀 你开了之后铲皮刀会有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手柄要连接主机 给它启动 那我们这个界面呢 它有三个 我们采用清洁的模式呢 是第一个 清洁的模式 这个是清洁模式 用的是最多的 然后这里的能量呢 它有三个的调节 就可以根据皮肤来 第一个是能量比较小的 第二个的话能量才会大一点 第三个是能量最强的 如果你开的能量越强 它这个头的一个正品的话 是越强的 你可以根据肤质来选择就好了 正常皮肤的话 一般是用两格就可以了 比较敏感的皮肤呢 你就用一格 如果脚是非常厚的 你就可以用三格 就是最大的 这里的时间呢 你可以稍微调高一点 你调到15分钟都可以 就是根据你个人操作 客户的皮肤的市场来做 它这个没有规定操作多长时间 比如说你做的时候 它只要是做T区的 操作的时候皮肤有点会不会放红了 它就已经到达临床的终点了 就不要再轻了 然后直接做完之后呢 关掉 这里是一个启动键 然后再放回来 如果说你要用导入的模式呢 是第二个 一般用的是非常少的 因为有这些烫头去导入 这个导入的模式呢 它跟提升的模式呢 操作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后面这一辈 你要涂上产品 比如说你导入一些精华 或者是凝胶之类 差不多可以 这样贴着皮肤 这样贴着皮肤 下方提升的一个操作手法 这两个都是一样 你点进来 它调节的都是一样的 只是做的模式不一样 一般是很少会用到 这两个功能的 因为都是用其他的头去保护 如果你想用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 就是贴在皮肤上 这样往上提拉的一个操作 手法就可以了 这个清洁的 我们后面的一个操作视频上会讲到 那我们做完这个 产品的一个功能之后呢 直接返回来主界面 然后做一个第二个项目的 第二个项目就是 这个创播的一个导入 测创播的话 它主要是导入产品 促进吸收的 直接开这个功能 就是创播的 它开进来之后呢 它的一个能量呢 也是有三个可以调 你可以直接开巨大的 没关系的这个 它是有一点微微发热的 这里是调它的时间 它这里的信号格的话 有在就是硬做 就是已经证明在启动了 然后你这里如果说要做完之后 关掉直接点上停就可以了 它运作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比如说五分钟 你觉得有点短 你就可以调十分钟 一般导入的话 时间也是在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因为你整个项目都去做的话 时间也是会比较短一点都行 然后你操作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要导入一些精华之类的产品的话 你可以就是做完这个清洁了之后呢 先补做这个超纯波也可以 如果说你省掉这个步骤就像咱们现在讲的 直接用这个森波垒去导入 做完之后直接关掉 放回来 如果说有一些要做一些美白呀 补水之类的项目呢 你就可以先用这个头 这个是一个离子的 在这里看 它有一个负离子 还有一个正离子 一个正负离子 就是它的负离子呢 是做浅层的 然后正离子呢 这个正离子呢 是做一个中层 就是我们的一个皮肤的一个 到一个中间层的 那这里呢 就是做浅层的这个负的 正负的呢 它就是由表皮到就是中皮层 然后再到一个就是组织层啊 就是皮下 就是到一个深层的 像很多用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导的一般是美白精华之类的呢 都是会选择用这个正离子 或者是正负离子的导入 就是你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皮肤 来选择就可以了 用的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正负离子的 它点进来的三个呢 它的界面调节都是一样的 只是它达到的深度不一样 我们用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把化妆棉片 就是这个棉片呢 你要涂上 就是泡上 你要用来导入的产品呢 泡上之后 放完产品之后 直接你可以这样卷一下 因为这个棉片如果比较大 的话卷一下 弄过来 卡在这里 然后再卷起来 卷的时候呢 因为这里有点长 你可以这样稍微往上剪一点点 这样卷紧 卷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这些能量的话 你先从最低调 因为很多人会感觉 如果你想调到一高皮肤接受不了的 然后直接点开始 点这里开始之后呢 这个腹肌磅呢 是给客户一定要手上拿着 然后这个在它脸上操作 现在我们示范的话 就是先直接涂上产品 你卷的时候呢 你要顺着卷的纹路来 这样倒 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离得腹肌磅越近 它的一个感觉会越强 非常麻的 就是有些人会感觉很麻 就一定要调最低的能量 这个 然后你要贴紧一点皮肤 你不能只是轻轻的抚摸皮肤 要不然会感觉很刺 要贴紧 就是这个操作头要压着皮肤 有一点点力度压着 你不要只是轻轻抚摸 那样的话刺感很不舒服的 一定要贴实一点 做完之后直接关掉 这个导入的时间 敏感的皮肤就不要导太长时间 就导五分钟就可以了 正常皮肤 其他的皮肤呢 你可以导过八到十分钟 然后做完之后 直接推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些 就是补水啊 或者是美白导入的产品的一个顺序 就第一个是用产品 然后第二个用这个 正负离子的导入 第三个是用操播 那如果我们不用这个 正负离子的话 你直接用这个产品的清完之后 直接用操播 然后最后用这个 冷藥导入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用的话 就是这个第一 这个第二 这个第三 这个第四 就按照顺序了 那我们做完之后呢 直接用这个冷藥导 冷藥导是这个第一个界面的开关 点进来之后呢 它这里呢 呃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红色呢 是一个热导的 红色热导 这边是往上加 呃 温度的话 你加的越高 它的头输出的一个能量的热度会越高 所以一下不要太高 所以一下不要太高 你就先调两格 开始慢慢让客户先 呃 感觉像如果说 感觉温度没有的话 再慢慢加 不要一下再太高 这个主要是做一个 导入 就是打开毛孔 促进产品 深度吸收的 然后点好之后呢 直接点开始 这个热导呢 你可以就是做完这些项目之后呢 你敷面膜之前 给它倒个三五分钟 打完之后 直接敷面膜 那如果我们就是打完之后 敷面膜的时候 可以用冰倒 呃 就直接点一下这个雪花 点过来呢 它就变成一个蓝色 这里的数字的话 是一个负式 呃 负五的话 它的一个温度也是比较低的 你感觉不够 就往下 调 就往这边点 你不要往这边点 这边点的话 是它的一个能量 往上加的 这边是 越低 它的冰点的话 是越冰的 呃 你刚开始一下 不要调太低 你可以先调腹石 直接倒 冰倒的话 你可以敷上面膜 然后直接在面膜上面倒也可以 或者是敷完面膜打都行 呃 倒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倒个五分钟 也是三五分钟 然后在 就是打完之后呢 就是你有光子的话 你直接可以 就是光谱仪 可以给客户照一些光子 就根据它的肤色 来选择光就可以了 就照个十五分钟 照完之后 呃 然后接下面膜呢 你再用这个冰倒给它 镇静一个 呃 三五分钟也就可以了 一般是三分钟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久 做完之后呢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冰锤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 变窗孔的 就可以配着这个 这个给客户手上拿的 然后这个倒的时候 你可以敷着面膜 或者是敷面膜之前 去倒都行 呃 你可以根据你的项目来定 这个顺序都可以 没有 呃 就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 那你要用电窗孔的话 就配着这个头 这个打入的时候 你开热倒也可以 用电窗孔 开冰倒也可以用 就一定要给它拿着这个 打入的时候 它是 热倒的话 它就是热 就是热加电流 那冰倒的时候呢 你就是一个 冰加电流 就是 就是跟这个电流 有点类似的 就是有点麻麻的 一个感觉有线 感觉是有点刺刺的 都是正常的 呃 然后你就不要开得高 它这里的话 你开得越低的话 它的一个 就是电流的话 也是越强的 你可以就是 直接用它 低一点点 开到 负一 或者是零 如果有些人接受不了 你开零 但是零的话 冰点刚开始的话 不会太低的 呃 如果有些人接受不了 这个电窗孔 你就不要用 就这个不拿 它就只有冰 就也没有电 那开热倒也是一样 开热倒不拿 这个棒的话 它也没有电窗孔 只有热倒 就根据客户的一个项目 来选择就可以了 做完之后 直接 接完面膜 洗完脸之后呢 涂日常的一个护肤品 啊 正常化妆都没关系的 那这个项目 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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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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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